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同学们为什么会选择到这样一门课呢 因为这是一个通识课 一个公开课 我非常清楚 因为我们每一个同学都非常的热爱生命 关爱生命 同学们没有学到这门课之前 觉得生命的这种现象是非常非常的神秘 当你们学完了这门课以后 你们会感到在任何一个生物体里面 在它的每一个细胞里面都有成千上万个基因 在那里不停地工作 不停地工作 所以大家一定会感到生命是多么的神圣 所以学完正门课以后 我相信大家会更加的喜爱生命 喜爱生命科学会进入到生命科学的这样一个世界里面去 生命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 考古学家从三十多亿年 也就是太古代化石里面发现了生命的这种现象 那么随着漫长的这样一个进化的里程 慢慢地有原核生物 真核生物 然后到植物有动物 逐渐逐渐地形成了这样一个大千世界 什么是生命呢 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 其说不一 有的认为活的东西就是生命 能动的东西就是生命 还有的认为能够新成代谢的东西就是生命 到底我们怎么样给一个生命下一个定义呢 从生物学的专业的角度出发 我想凡是生命体 它们都能够眼防后代 能够进行新成代谢 能够运动 或者能够进化 并且这些生物体是生活在一个纷繁复杂的大自然里面 所以他们必须要对这样一个复杂的自然环境 要有能够适应 那么不管是眼防 代谢 运动 进化 或者是适应 那么所有的生物体 它们从事的生命活动现象 实际上都是由基因控制的 都是由基因控制的 所以人类在穿越生命之旅 探索基因奥秘 真正的从科学的角度去探索基因的奥秘 大概有一个半世纪的时间 在这一个半世纪里面 就是介绍了很多很多非常复杂的生命现象 这就是我今天给大家讲的第一讲 所以在第一讲里面 我是简单的把大家去重览一下 人类在探索基因奥秘的 一个多世纪里面的发现 第一个大家很清楚 这就是伟大的生物学家达尔文 大家都很清楚 达尔文通过他自己的五年的科学考察 出版了一名非常著名的著作 叫做《On the Origin of Species》 就是物种起源 这本书第一版一个晚上一抢而空 所以大家会想象得到 当时人类一直觉得 万物是上帝创造的 但是实际上 作为广大的声明来讲 并不完全地信奉 万物是上帝创造的 那么到底这种分繁复杂的自然界 是怎么产生的呢 他们渴望知道真谛 所以达尔文的这一本 《物种起源》的这一本专著 出版以后 藏明了这个万物的世界 是自然选择的结果 这是第一张幻灯片 可以说是人类开始去认识 自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 第二张幻灯片 大家看到这就是遗传学的创始人 大家知道他是谁呢 孟德尔 那么孟德尔的主要的贡献是什么 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 人类根本不知道 时代为什么会像清代呢 儿子为什么会像他的爸爸 会像他的妈妈 为什么种瓜会得瓜 种豆会得豆 清代传递一个什么东西 给他的后代了 当时在一些教科书当中 画了一个精细胞 这个精细胞里面 有他爸爸的头像 当时认为好像是形象 是表形在传递 孟德尔通过他的官兜的实验 科学里提出来了 清代传递给子代的不是形象 是一个可以遗传的物质 至于这个物质是什么 并不知道 只是用一些抽象的英文字母所代替 到了摩尔根时代呢 摩尔根通过他的果因的研究 证实了这些遗传的物质 把它取名为基因 基因是定位在染色体上的 换句话讲 染色体是遗传物质的载体 这些基因随着染色体的传递 逐渐地传递给后代 到底这个传递下来的物质是什么 尽管是在染色体上的一个尸体 它是什么东西呢 仍然不清楚 这个基因它的本质是什么 仍然不清楚 所以人类真正的认识 遗传物质的本质 应该说是在1953年 由这样的两位科学家 Wasson和Crick 这样的两位科学家 通过他们的科学奔系 提出了一个DNA双螺旋结构模型 认为基因就是DNA的一个片段 从这个时候 人类开始真正的揭示了 基因的化学本质 人类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努力 既然说DNA是遗传物质 这些遗传物质的本质是什么 它的功能是什么 经过了将近半个多世纪的 人类不断地努力 不断地去探索 大家看看这里 我放了一张幻灯片 这个是Science 科学这个杂志 应该说是现在最顶级的学术杂志 在这个杂志上发表文章 基本上就代表着科学研究的前沿 大家看看这个杂志的封面 画了很多人的头像 这里写得很清楚 Human Gelome 人类基因组计划 就是人类通过长达将近十年的研究 去搞清楚 在我们人类的DNA当中 到底有多少基因 它们的结构是什么 大家想 从最开始 达尔文时代到现在 人类基因组计划的发展 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努力 人类对探索基因的奥秘 经过了漫长的时间 人类进入到21世纪 大家看得很清楚 人类进入到21世纪 是个什么样的世纪了呢 各国科学家和政府取得的共识 认为21世纪是生物学的世纪 在这个生物学的世纪里面 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件呢 我们来看 第一个 世界各国政府高度关注 生命科学发展的前沿学科 不管是哪个国家的政府 生命科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学科 所以各国政府高度的关注 第二 生命科学各个领域的科学家 协同攻关 去揭示生命的奥秘 因为生命科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学科 它涉及到很多很多相关的学科 因此各个学科的科学家 联合起来去协同攻关 试图揭示生命的奥秘 再看看 具有远眷着实的企业家 投以巨资去资助生命科学的研究 最典型的大家知道 Bill Gates 他退休以后 把他大量的资金 去做了很多的慈善事业 其中就有一项生物技术的研究 和他的运用 投以大量的资金 去支持和发展生物技术 说明这些有远光的企业家 也高度关注着生命科学的发展和他的运用 新闻媒体几乎每天都聚焦到 运用生物技术的成果 说明广大的民众也十分关注着生物技术 他们的发展 以及对我们人类的生活和生产 所产生的重要的影响 广大的民众也更加关注生物技术 对人类的贡献与影响 这就是进入到21世纪 所发生的这么多的事件 这大家都很清楚了 中关村是我们国家科学院 很多研究所 以及高校云集的地方 被称为中国的科学城 在中关村的一个街当中 有一个街星花园 有一个雕像 这个雕像就是DNA双路圈结构模型 同学们会想 为什么在中国的科学城的街当中 有一个DNA双路圈结构模型的雕像呢 很显然 每一个国家 他们的国情不一样 所以对待科学技术的态度 也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我们国家 大家很清楚 是一个人口大国 是一个农业大国 显然对生命科学 是给予高度的关注的 所以在我们的科学城街当 树立了一个DNA双路圈结构模型 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有这么一句话 意味着我们国家把生命科学与技术 把它看成是 我国赶超世界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 实现国际后发优势和经济快速发展 最有前景和希望的领域 面对着这样一种情况 那么我们就来看 既然生命科学这么重要 到底基因是什么呢 我想大家都很清楚 我们要给任何一个事情下一个定义 它就必须有一个输性 比如说我们的一个插杯 这个杯子 为什么说它是杯子呢 它必须有一个输性 能够装水 我们说一个物质是基因 比如说蛋白质是基因 你说蛋白质是基因 你说DNA是基因 说RNA是基因 总要它有一个基本的输性 什么是基因呢 它必须要满足这样三个条件 第一个它能够复制 能够replication 因为它要传宗接代呀 基因要传宗接代 你传递给子代的是基因 所以它必须要能够复制 第二个 它必须要能够控制性状的表达 所谓控制性状的表达 因为清代把自己的遗传物质 传递给后代 所以它必须要能够控制性状的表达 第三个很清楚 基因必须要能够突变 假如不能突变 那么整个自然界 大家是一样的基因 那么就不可能有进化 不可能有大全世界的产生 所以它必须满足这个条件 你说任何一个物质 它是遗传物质 必须要能够很好的 科学的去解释 或者回答这样的三个问题 长久以来 人们认为DNA是遗传物质 这仅仅是一个模型 去研究它 它怎么样 能够满足这样的三个基本条件 经过了很长时间的努力 所以只有当 Watson Creek提出的DNA双轮件 结构模型 这个模型能够很好地去回答 DNA怎么复制的 怎么样控制性状表达的 它为什么会发生突变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那么人类在这个半个多世纪 从DNA双轮件结构模型发现 一直到现在 经过将近半个多世纪的里程 在这样一个探索基因奥秘的里程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里程碑 在这些里程碑当中 都记载着或者记录着我们很多科学家的丰功伟纪 那么这些科学家 他们都与这样一个东西有关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2.5英寸23K的半磅重的一个 Golden Medal 这就是诺贝尔奖 那就是说在这个里程碑当中 有很多很多的科学家都获得过诺贝尔奖 大家看看 我再放一张 你看 有这么多的科学家 他们在这个半个多世纪的探索基因奥秘里面 都顺利了丰功伟纪 随着精奥秘的揭示 生命科学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 我简单的给大家回顾一下 描述一下生命科学的发展 最早的生命科学是一个描述性的生物学 什么叫做描述性的呢 我想大家很清楚 当时的人类要研究植物怎么办 就把植物种在一起 就是个植物园 大家去看看这个植物的高矮 花的颜色 花的形态 描述性的 比较性的 我们要研究动物 把动物关在一起 这个动物园 那么看看动物的形态 各异 它里面一个 形状也各异等等 这就是一种描述性的科学 谁在数理化相关学科的渗透 由于很多的实验技术的交叉 所以描述性的生物科学 逐渐逐渐就发展成为一种实验性的生物学了 那么实验性的生物学就做实验 它的研究对象有共性的 有个性的 所谓个性 有植物的 有动物的 有微生物的 各种不同的生物 它们的生物学特点是什么 所谓共性的东西 大家很清楚 遗传物质 大家都是一样的 它们的基本的本质是一样的 所以实验性的生物学呢 依托着这样的两个翅膀 在不断地腾飞 最后就形成了近代生物学 所谓近代生物学 大家认为它分为两大块 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以分子生物学为核心的 它的研究的对象 是以细胞水平 分子水平当中去研究生物学的 我们把它叫做微观的生物学 这是一大部分 第二大部分呢 是以生态学为核心 它们研究的是生物的多样性 以及环境 以及资源的保护与利用等等 这些为中心的 叫做宏观的生物学 有微观的生物学 有宏观的生物学 这两者结合起来 就成为我们现在讲的 叫做建代生物学 大家看得很清楚 这就是微观 这就是宏观 实际上生物学就是这两大块 宏观和微观这两块 结合起来 我们的生物学不断地在发展 随着金奥秘的揭示 那么生物学的这个学科 也不断地得到了发展 我下面想通过十个故事 很小很小的故事 给大家把这样一个研究的历程 给大家阐述一下 第一个我刚才已经说了 创世学说的动摇 所谓创世学说的动摇 就是达尔文的 The Origin of Species 物种起源 这本重要著作的发表 它实际上是蝉食了 这样一个进化的基本理论 所谓的进化的理论 说的万物的产生 它们实际上是 无尽天则 实者生存 无尽天则 实者生存 说的就是自然选择和生存斗争 这样一个重要的著作的发表 实际上是从根基上动摇了 上帝创造万物的一种创世说 这是第一个小故事 第二个就是孟德尔 孟德尔他在1866年 发表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的成果 就是说这个遗传物质 是什么呢 Inherited Factor Inherited Factor 大家很清楚 是可以遗传的物质 它是通过它的豌豆的实验 证明了这一点 生物性状是由遗传因子所控制的 这个遗传因子 体细胞里面是成双的 在生殖细胞里面成单的 然后它们一结合以后 又是成双的 并且提出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定律 大家很清楚 一个就是segregation 第二个就是independent assortment 所以一个叫做分离规律 一个是自由组合的规律 这是非常重要的两个规律 当然孟德尔的工作 很长时间没得到大家的认可 将近有30年 30年大家都很清楚 逐渐再一次被证实 所以孟德尔非常自信 在他临终之前 说了一句非常有趣的话 他说等着瞧吧 我的时代总有一天会到来 这个时间等了30年 等了30年 所以大家就基本上认识到了 传递给子代的 这个可以遗传的物质 第三个小故事呢 就是psychology 细胞学术的诞生 因为这个细胞学术 细胞是整个生命活动 一个最基本的单位 所以在我们的小故事里面 必须要谈到细胞学术的诞生 那么细胞学术的诞生 实际上是由这样两位德国科学家 他们开始创立的 Mathias Schleden 这个Sevato Schwan 这样两位科学家 声势不同 但是志同道合 他们一起提出了细胞学的 最基本的这样一些理论 认为生物体是由细胞组成的 所有组织的最基本的单元 是由形式相似 高度分化的细胞所组成的 并且认为细胞的发生与形成 是生物界普遍的涌成的规律 这就成为我们细胞学说的最重要的基本理论 重要的基本理论 好了 再往下面看看 这是第三个故事了 这是Morgan 大家知道 这是个伟大的遗传学家 Morgan 通过他的果因的研究 他的贡献在哪里呢 他的贡献证明了 Gene On the chromosome Chrome 是染色体 这是中国人把它翻译成为染色体 这个名字翻译得很好 染色体顾名思义 就是可以染得上颜色的物体 在细胞核里面 加一点解析染料 可以染得上颜色的物体 成为染色体 他认为基因就是坐落在染色体上的 所以这是个非常了不起的发现 他获得了诺贝尔酱 这就是所谓的细胞 大家看得很清楚 细胞有细胞核和细胞质组成 细胞核里面 你看看一条一条的线 可以染得上颜色的线状的这种物质 就是Chrome 就是染色体 这个染色体上面有很多很多的基因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 正是因为有了细胞学的发展 那么财维这样一个 梦德尔的这项遗传定律 提出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之声 遗传学得到了巩固 它的理论得到了巩固 使得我们的生物学 由观察比较鉴定的 描述性的生物学 进入到了实验性的生物学 开始做大量的实验研究 好了 第四个小故事 基因功能的重要发现 大家很清楚 这是一个粉色面包酶 Neurospora 这一项以粉色面包酶作为实验材料 由这样的两位科学家 Bito和Tetum 他们的工作 取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认为 One基因 One ends them 就是一个基因 一个酶 基因的功能 它的本质是什么 它是通过合成一个酶 来体现性状的 所以这个是整个的 解释基因奥秘的过程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提出了基因的本质是美 第五个故事 我们在谈到DNA是遗传物质的时候 不要忘记了这一位科学家 奥索瓦多艾伟利 奥索瓦多艾伟利 它的历史的贡献 很清楚 它是用的是肺炎链球菌 来做实验材料的 提出了DNA是一个 genetic materials DNA是一个遗传物质 这是很重要的发现 当然 由于历史的原因 它的工作也没有被 诺贝尔的委员会 所给予认可 但是它的工作 确实也是埋没了很长的时间 所以在整个的分子生物学的领域里面 认为奥索瓦多艾伟利 实际上是分子生物学领域里的梦德 尽管艾伟利的工作 没有引起基因概念的革命性的变化 但是事隔八年以后 这三个国家 戴布鲁克 卢利亚 赫什 以大肠杆菌的食菌体T2费 做实验材料 他们的研究 证实了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请大家要注意 DNA是主要的遗传物质 因为RNA也可以作为遗传物质 这三位科学家 他们当时联合了世界上 很多从事这样一个微生物研究 从事实验体研究的科学家 成立了一个实验体研究小组 十分的活跃 所以他们的工作 很快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第六个小故事 就是我们要说到的 结识基因奥秘 或者是说分子生物学发展史上的一个 重要的里程碑 就是瓦森克 他们的DNA双螺旋结构的结识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 我想在这里面 就要把他的研究的 整个的这样一个发生的过程 给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 瓦森 他是鲁利亚的第一个博士研究生 23岁拿到了博士学位 由于他的工作 一直是做的是 实验体的突变的这样一些研究 很多很多的突变体 那么他毕业以后 他想要想真正的知道 这个实验体的基因的突变 以及他的性状 要想真正的揭示这样一个本质 必须要深入到去认识基因的 结构基因的本质当中去 当时欧洲的分子生物学是十分活跃的 所以他毕业以后 他的导师鲁利亚 就把他选派到欧洲 到了丹麦 卡尔卡实验室里面去从事POST 就是博士后的研究 那么在博士后期间 他有一次在意大利 参加了一个学术报告会 在这个报告会当中 他听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报告 这个报告人就是Wilkings 他是来自于伦敦大学Kings实验室的 他是做什么呢 Wilkings是做生物物理研究的 听了他关于DNA结构的这样一些研究 对他深受启发 他觉得只有深入到这个领域 才能真正的揭示基因的本质 所以他针得他的导师鲁利亚的同意以后 就转向了英国的建桥大学 卡文迪斯的实验室 在卡文迪斯实验室里遇到了他的合作者 当时已经35岁的Krick 这样的两位科学家 一位从事生物物理的研究 一个是从事生物学研究的两位科学家 他们结合在一起 依据其他的实验室提出的 DNA结晶X颜色图的很多很多的数据 Krick他是从事生物物理的 他可以从这个颜色图当中 发现很多很多重要的信息 那么Wasson是从事生物学研究的 他可以从这个结构当中 他自己明白会赋予什么样的生物学的含义 所以在这样两个科学家 紧密结合的情况下面 他们科学地提出来了DNA的双螺性结构模型 这样才使我们的分子生物学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在这个模型当中 大家看得很清楚 一个DNA链是由双链 两条多具合甘酸链成起来的 中间这些简机靠轻件连接 然后向右盘旋形成了一个双螺旋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发现 我们在了解DNA Wasson Creek重要工作的同时 请大家不要忘记了这样一位女科学家 Losanide Franklin 这位女科学家 她对DNA双螺旋结构模型的提出 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这一个就是Franklin Franklin他是从事生物物理研究的 那么很多很多重要的突片数据都是靠他提供的 但是由于他没有生物学的背景 再加上当时对妇女的歧视 那么只能作为助手 既然是个助手 就很少有参加教授们他们的交流和讨论的机会 所以再加上他的背景的局限 所以他只能够得出这样的说法 认为DNA是一个核糖和磷酸连接的一个扭曲的绳子 每一个阶当中都有配对的简机 只能得出这样一种基本的看法 不能富裕一种生物学的含义 当然他最后由于病 由于癌症最后去世了 所以最后呢 关于DNA双螺旋结构模型 由这样的三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 这三位就是Watson Cricker和Will Kings 这样的三位科学家获得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诺贝尔奖 我们从刚才的这些都看得很清楚 这是个大千世界 在这个大千世界里面各种生物形态各异 我们也说了大千世界的所有生物 他们的一切的生命活动由基因控制的 基因在哪里 基因是在DNA里面的 生物学早就认识到了 生物体的一切的性状都是由蛋白质体现的 当然这个体现里面有直接的体现和间接的体现 我想在座的同学们都很清楚 什么叫做直接的体现呢 你比如说这个黄豆 它的质量很好 就说明它的蛋白质的质量很好 另外一个质量不好 那是蛋白质的质量不好 这是直接的体现 就是说这是个结构蛋白 这个结构蛋白的好坏 直接影响到性状的好坏 这是一个直接的体现 但是绝大多数的性状都是间接的体现 什么叫间接的体现呢 我们刚才说了 One gene one enzyme 是酶 生物体的很多的反应都是酶出的反应 酶是一个蛋白质 所以那么很多的性状是靠酶出反应来玩 这就是一个大量的间接的体现 所以我们这里明白了一个 一切性状都是蛋白质的直接和间接的体现 蛋白质的差异来自于哪里呢 为什么有这个基因控制了一种酶 这个酶催化一个性状 另外一个基因控制另外一种酶 又催化另外一个性状 这个酶的差异在哪里呢 实际上大家很清楚 这些蛋白质是由不同的氨基酸 它们排列组成的 排列 氨基酸的排列的差异 直接的导致了这样一个蛋白质性状 或者酶性状的差异 所以蛋白质的差异是源于氨基酸组成的差异 好了 这个明确了 性状的差异是源于这个蛋白质的差异 蛋白质的差异是源于氨基酸的差异 这些东西是由基因控制的 显然这里面就有这么一个问题了 就是科学界就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是什么东西传递着这种遗传信息 传递着这种遗传信息 并且这种传递遗传信息 通过什么方式 通过什么样的密码 来传递着这样的遗传信息呢 这是个DNA 它控制着性状 这是个蛋白质的protein 中间是靠什么东西来传递的呢 这就成为了当时科学界 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 这也就是1958年 由Krick提出的一个 叫做Genetic Central Dogma 它的中心法则 关键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回答这样一个问题 中间到底这个传递遗传信息的是什么 由这样的三位科学家 Pardew,Jack,Muller 所以他们做了大量的实验 最后科学家把这样的实验 就把它预名为Pajamol 证明了从DNA到蛋白质 中间是通过RNA 准确地将遗传信息传递下来的 所以就把这种RNA称为信使RNA 英文叫做Messenger RNA 简称为MRNA 好了 中间就是靠MRNA 来连接着DNA和蛋白质之间的关系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Centure Dogma 中心法则 中心法则 这个遗传密码是什么 这又引起了科学界的一个高度的关注 大家都想去破译这个遗传密码 这个遗传密码是什么呢 所以第八个故事要讲的是遗传密码的破译 这个遗传密码的破译 请大家注意 在当时的学术界 在DNA双络菌结构揭示之后 又形成了一个新的热点 有两类的科学家 比如说遗传学家 遗传学家也试图去揭示这个遗传的密码 他们想通过什么方法呢 他们要通过DNA的结构和基因 在细胞当中的作用去推论 大家很清楚 遗传学是一个推论性的学科 总希望通过表现型等等 去推论这样一个遗传密码 生物化学家呢 他们是想通过建立体外蛋白质合成体系 去破解遗传密码 经过大量的研究 最后是生物化学家 在破解遗传密码当中 做出的重要的贡献 成为分子生物学当中的 最卓约的发现之一 请大家记住 破解遗传密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谁破译的呢 实际上是有两位名不见经传的科学家 其中有一个马泰 他是德国的科学家 他到美国的一个华盛顿国家 关节炎和代谢研究所 这个研究所里面的 莱伦伯格的实验室里面 去进行研究 进行研究 最后有这样两位科学家 他们破解了遗传密码 当然在当时 科学界认为这两个名不见经传的科学家 破解了这样重要的问题 所以就弥漫着一种说法 认为他们完全凭着一种运气 什么运气呢 我们来看看他们的工作 这就是马泰 他在1961年的5月22号 星期一的早上 他到了实验室 把他们所设计到的这样一些合成蛋白质所需要的东西 全部合在一起 你比如说有抽屉物 这个里面有RNA等等 还有氨基酸 有的标记过的氨基酸 再加上他所需要的ATP能量 以及poly-U 就是很多很多U这样的合肝酸 好了 放在一个反应体系里面 一个礼拜以后 到了27号 答案出来了 由于有poly-U 就是UUUUU的这样一些存在 所以呢 那么这些氨基酸 都参入到合成体系里面 最后得到的是一大串的本炳氨酸 所以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说 第一个遗传密码的破译 认为UUU就是本炳氨酸的密码 这是第一个密码的破译 最后有Larenberg 进一步地完善了这个实验体系 这个实验体系完善了以后 因此就合成了不同的合肝酸的组合 通过他们这样一个改善的实验体系 最后这个遗传密码 找到了突破口 所以他们三个月以后 两篇文章就投向了PNS 这个非常重要的学识期刊 在文章发表之前 这两位科学家有幸参加了 1961年8月 在莫斯科召开的一个国际会议 在这个国际会议上 由于他们是两位名不见金传的科学家 所以在会议上面 他们被安排在一个小组会上报告 不是在大会上面 小组会上听着就寥寥无几了 最后还是有人听到他们的工作以后 觉得非常非常的重要 所以把他们的工作 传向了大会主席Click Click一听到以后 觉得这个工作非常的重要 第二天安排他们在大会上再次报告 所以第二天在大会上再次报告 与会者被震惊 成为这一次大会的学术的一个焦点 大家看到 他们的成功不仅在于他们的努力和才智 更得益于他们的机遇的获得 以及对机遇的把握 任何情况下面 他把自己的工作 有机会就要去宣传 去让大家去得益认可 所以最后呢 由这样的三国科学家 获得1968年的诺贝尔奖 好了 在这个时候 所以这样一个中心法则的问题 就比较的完善建立起来了 由DNA到M1A M1A上中就有Triplet Codon 就是三连体密码的存在 最后就可以合成蛋白质 第九个小故事 既然这样一个DNA结构模型也提出来了 并且中心法则也基本完善了 这个里面就存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了 在一个细胞里面有成千上万个基因 这个基因的开关是什么 怎么样打开的 所以就由Jack Mellor和他们的老师 Le Wolf 他们三个人开展了这样的大量的研究 提出来一个乳肠操纵子的 一个调控的模型 请大家注意 这个乳肠操纵子调控模型 我简单的就说 它就是一个钥匙和锁的关系 有了钥匙有了锁 这个基因表达调控呢 就可以正常的进行 所以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是开创了 基因表达调控 在转入水平上的调控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先例 讲第十个故事 第十个故事非常的重要 讲什么呢 我要讲科学与技术的关系 大家知道科学和技术从来都是一个孪生的兄弟 科学的发展离不开技术的发明 技术的发明离不开科学作为它的基础 所以这两者总是互处共进的 我们看得很清楚科学为技术的发明与提升提供了理论依据 我这个技术要发展没有理论依据它是提升不上来的 换句话讲 我有了现代的技术 我的科学的发明与研究才有更好的方法和手段 所以这两者之间的关系从来都是互处共进的 诺贝尔奖的委员会也给予技术的发明 给予高度的关注 比如说我们知道的DNA分子的克隆 我们现在可以把基因克隆出来 这是个技术的发展吧 另外还有基因的定点右变 我要在哪个地方让它突变 在哪个地方突变 所以定点右变 再加上DNA片段的扩增 还有细胞于组织培养的等等等等 很多很多的这样一些技术的发展 使得我们在探索生命之旅的这样一个进程当中 有观察性和验证性的这样一些生物学 逐渐发展到现在成为一种干涉性和创造性的一种生物学 我们现在很多同学们在做实验 再不是简单的停留在一种描述性的 或者验证性的这样一个水平上面 我们现在要干涉要创造 要改造自然 改造生物 创造新的生物 这就是科学技术之间的关系 我们举一个例子 看看基因工程的发展 所引起的皆是生命奥秘的格力 大家看到 基因工程不仅可以将目的的基因 定向的引入到其他的物种当中去基因转化 还可以利用细菌对目的基因进行大量的克隆 可以把一个基因可以变成很多很多基因克隆 基于基因工程技术的生物改良的成效 十分的明显 所以有关基因工程的很多很多的重要发明都获得了诺贝尔奖 我们看看基因工程的创始人 这位是史丹夫大学的Paul Berger教授 他把SV40这样一个病毒的DNA和 和Lamda实菌体的DNA 把它们切割以后 然后连接起来成为一个重组的recombinationDNA 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 大家知道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 它没有任何一项技术具有原创性 它无非就把不同的这样一些技术组装起来 然后创造性的实现了不同DNA分子的体外重组 这是因为有这一项技术 所以整个的学术家认为 DNA重组的技术为探索生命奥秘的研究 展示了清晰而又美好的前景 它们具有与发现DNA双螺旋结构 同等重要的开拓性的价值 所以它也获得诺贝尔奖 我们看看 随着这以后 1980年由DNA测序的技术序列分析 DNA序列 你不是一个DNA当中 它们有很多简记的排列 它们怎么排列 它的序列是什么 由于这个序列分析的发现 也获得诺贝尔奖 还关于DNA扩增的技术 我们叫做这样一个PCR的技术 用这个简单的技术 可以使得一个DNA分析 扩增到数百万倍 这位科学家呢 就是一个Citas公司的一个技术员 他的工作就是负责引物的开发 这位科学家 他在有一次度假的时候 那么从山上往下走 就突发起想 因为山上大家看 这像个DNA一样 那么走到山下以后呢 他们就想 这就是一个DNA合成的一个过程 由于这位博士 他有这样一个理论基础 再加上从事这样的工作 所以他很容易去联想到这样一个技术的发明 他获得了这样一个成功 那么现在这一项DNA扩增的技术 可以说应用非常非常的广泛 他也获得诺贝尔奖 最后一点 我要说的 进行一个总结 人类人类在探索基因奥秘之旅当中 可以说在这个历程当中发生了三个重大的一个转折 哪三个呢 我要说的第一个 研究对象的变换 第二个 研究策略的创新 第三个 研究内容的拓展 这三个重要的转折 是十分重要的 好了 我们下面看 第一个研究对象的变换 从Mondell Morgan那个时代 他们的研究对象是什么 大家很清楚 豌豆 果因 玉米 高等的增核生物 那么高等的增核生物 生物体非常的复杂 基因有很多 遗传背景又非常复杂 这么样一个复杂的各地去研究一个基因 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那么到了四十年代的时候 由这样的三个科技 他们组织了失菌体小组 这个失菌体小组 请大家注意 他们的研究对象发生了重要的变换 转化为原核生物 细菌或者病毒 大家知道 一个细菌一个病毒 那么小的个体 一个细胞就是一个个体 因此它是非常简单的 遗传基础也很简单 代谢的过程也很简单 所以那么就很容易切入 这是因为研究的材料发生了改变 所以在整个的生命科学里面 很多重要的理论 都是从以他们作为试验对象来提出来的 这是第一个 他们的遗传背景很简单 第二个大家可以想象得到的 作为一个原核生物来讲 一个细菌一个病毒来讲 繁殖的速度很快 对不对 大肠杆菌在37度的调节下面 半个小时就会一个变两个 繁殖的很快 那么一个高等的生物 可能一年几年或者几十年 才能繁殖一代 这是第二个优点 第三个优点呢 群体可以很大 大家知道生物学 很多现象的发现 是靠概率来体现的 很极小的概率事件 那么通过大的群体才能体现 那么作为原核生物来讲 一个细胞就是一个个体 所以群体很大 一个培养品当中 可以繁殖大肠杆菌 大家知道有多少 10的6次方 10的6次方个玉米 你要种多大面积 一亩地3000颗 那你10的6次方个玉米 要种多大的面积 才能够出现这样的 小的概率事件 让它体现出来呢 所以这是因为研究对象的改变 使得生命科学得到迅速的发展 当然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研究 原核生物 所以现在又开始转向 真核生物了 因为真核生物有很多重要的特点 你比如说它有进化水平 有细胞分化组织 特化个体发育 并且在基因水平上 有重复序列 有基因的概念 得到很多很多的发展 特别是与我们的人类的健康 以及我们的农业生产息息相关 所以对于高等生物的研究来讲 已经成为分子生物学家 协同公关的一个学科的前沿 在这个领域里面 很多获得诺贝尔奖的 你比如说 关于DNA的transparsal 可以转座的 基因可以转座 可以跳动 这个现象的提出 大家很清楚 是由美国冷泉港的 一个著名的女科学家 巴布拉·麦克林托 她在47年就提出来了 那是到了80年代 才输一套诺贝尔奖 再一个 在1978年 有这样两个科学家 罗布斯和夏 他们发现 正合生物的基因 实际上一个splitting基因 是一个间隔的 不是我们通常所理解的 是一个连续的 中间是一个间隔的基因 所以叫做splitting基因 间隔基因的发现 当时被说为 这个million revolution 小革命 实际上这是个不小的革命 关于这个基因概念 是一个不小的革命 非常重要 所以也获得诺贝尔奖 还有果因早期 发育遗传理论的研究 获得诺贝尔奖 还有风流病的 分子生物学机制 也获得诺贝尔奖 还关于这样一个 细胞早期发育 调控的理论 以及我们讲到的 这个program cell death PCD 程序性的细胞死亡 在我们生物体里面 我们大家学过 很多细胞 怎么分裂 怎么生 大家很少接触到细胞的死的 细胞死亡 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现象 实际上是生物体里面 有很多很多的细胞的死亡 它们是编好程序的细胞死亡 program cell death 这个大家看得很清楚 我们胚胎里面 我们每个人的胚胎 我们的手指是连在一起的 像个扑档一样 随着它的发育 中间的细胞就发生了PCD 程序性的细胞死亡 最后消亡掉了 所以那么这个现象 对于组织和器官的发育来讲 PCD是个非常重要的现象 这也获得罗贝加 这是第一个 研究对象的改变 第二个重要的转折是什么呢 是trative change 策略的转变 研究策略的转变 所谓研究策略的转变 大家回顾一下 最早孟德尔 他们是研究基因室 在染色体上面 从形态到染色体 然后才到Wasson 才逐渐逐渐还原到 它的本质到DNA水平 这个在整个生物学当中 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 叫做一个还原论 reduxenism 还原论 还原到本质 到了现在 进入到21世纪的时候 随着基因族计划的发展 在全基因族的水平上 去研究生命的现象 这个叫Horlism 叫做整体论 又回到整体的水平 所以这个策略的改变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 这里有一个卡通话 大家看看 这个卡通话 非常形象的描述了 有Horlism 什么叫做整体论 什么叫做 这样一个还原论 你看 这有两个教授 这个教授 是遗传和生物化系的教授 他们研究生物 是在一个一个的钓鱼 一个一个的研究 这个教授是 金组和蛋白质组学系的教授 他们研究是打网 你看撒一网 这个鱼全部上来了 然后一个个在分析 这是两种不同的研究策略 现在注意 这个改变是非常重要的 第三个 研究内容的拓展 所谓研究内容的拓展 大家看看 在40年到60年代的时候 分子生物学 关于对它的核心问题 是什么呢 是把DNA 作为遗传物质 三个基本问题 要给它语缠名 就是提出DNA双螺性 结构模型 到了60年代的时候 可以说 在杰斯基因奥秘的发展史上 画了一个阶段性的句号 或者是一个逗号 可以打一个标顶符号了 到了现在 生命科学的研究 已经建立在 基本理论的框架当中 进行全方位的解谜 所谓全方位的解谜 大家看得很清楚 现在生命现象的分子观 迅速向其他学科进行渗透 分子化的 这样一个生物学的学科 逐渐的形成 我们看一个 这里面你看 分子生物学的发展 这里面 看着很多很多的学科 你比如说 巴育生物学 免育学 数量因素学 生态学 现在都有一个帽子 分子的帽子 也就是说 有分子进化 分子生态 分子病毒 分子生理 还包括育种学 也是分子育种学 育种学是个传统的学科 由于在基因的问题 结实以后 所以直接在分子水平上 进行育种 叫做分子育种学 总的来讲 分子生物学 已经渗透到 生物学的几乎所有的领域 分子生物学 已经成为 现在生命科学 学科领域的 一个带头的学科 我们进入到 21世纪以后 大家看看 进入到21世纪以后 摆在我们人类的面前 还有很多的困难 比如说粮食的短缺 疾病的危害 环境的污染 生态平衡的破坏 以及人口的膨胀等等 那么我们都要利用 我们所学到的 这样的知识 去解决21世纪 仍然存在的人口 与粮食的一对矛盾 健康与疾病 这一对矛盾 以及环境与生态 人员与资源的 这样的四大矛盾 都要摆在我们面前 所以上一个世纪的 世界首富 比尔盖斯他预言 他说 超过我的下一个世界首富 必定出自于基因的领域 所以他投以巨资 去支持基因的研究 和生物技术的应用 我这里把DNA双螺性 结构模型把它变一下 你看美元 这两个全部是美元 换句话讲 你找到一个基因 就是巨大的财富 就是巨大的财富 我们进入到21世纪了 我们在座的同学们 在走进了这样一个 生命科学的领域 去知晓基因的奥秘 因为我们肩负着 一个历史的重任 我们必须要去了解 生命科学 去知晓基因的奥秘 请不吝点赞 订阅